1個拍子分成2等份 就是前半拍跟後半拍 接下來我如果把1個拍子4等份 2等份為基礎再繼續切割 把每一個拍子的時間 又再4等份了 推薦大家的唸法 第一個時間點就是數字 1 第二個等份就是唸成e 中間這個切割前半拍後半拍的就是and 第四個時間點叫做r 所以唸起來是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一種類推 所以 如果有人說 第二拍的第一個時間點 就是我現在筆尖所指的這個位置 也就是to 如果說第二拍的第三個時間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所以第三個時間點是and 那第二個時間點就是e 第四個時間點就是r 好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練習 第三拍的第二個時間點 各位認為是哪裡 在這邊 就是e 第三拍的e這個位置 再問一個就好了 第一拍的第四個時間點 各位認為是哪裡 在我的筆尖所指的這裡 在我的筆尖所指的這裡 速度60 我們把一拍切割成四個等分 要去抓住它的四個時間點 一樣先聽一下節拍器上面的1 2 3 4 特別亮的那個聲音 1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現在我要 複習一次上次的影片所說的 把and也加進來 來我要唸喔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接下來我要把四等分的時間點也唸進來了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2 and and 4 and 4 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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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拍手或發出聲音 1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3 4 1 and 2 3 4 1 2 3 4 1 1 1 2 1 2 4 1 2 3 4 1 2 1 2 1 1 2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4 4 1 2 1 2 2 1 2 1 1 2 2 2